大家好我是蛋蛋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蛋蛋 歡迎收看今天的SHOVERS午餐時間 那今天的午餐時間呢 發現了這個個人的這個素食指定呢 有這個大賽啦 那想說我們就來打打大賽 然後呢也有觀眾眼尖的發現 就是我們上一次在玩這一套密靈腰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少帶到了這個直慢精靈的 但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張牌應該是DLC的牌 所以我那個時候抄到我自己的套牌呢 是沒有這張牌的 那我抄到的應該是DLC之前的構築 所以會少了這個 那DLC之後的構築應該就是簡單的帶上這個 然後把這個威壓給拔掉 因為這個是當時我忘記是打什麼 一定是要打什麼東西 所以才帶了兩張這個 但我現在已經年代久遠了 已經想不起來了 那我們這邊帶上來 還有一個的卡位就要拔 那我們去拔一張藜奶吧 感覺不用帶到這麼多 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能就是不帶關口 或者是不帶淋奶少一張吧 我猜啦 應該是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來打這個大賽 那這個大賽呢 如果我們可以順順的就是一直獲勝的話 我們今天的這個 早上的中午的影片跟午餐的影片 就可以來打這個五場的大賽 看我們這五場大賽可以用這個密林要贏多少 那如果不幸的呢 讓大家的飯變得很香 也就是可能第一把第二把就輸光了 那我們晚上的影片再來看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預知這個後事如何 請帶這個也不用帶 等一下就知道了 畢竟這兩把如果打差了 晚上就是別的了 好不好 那我們來進我們的實戰片段第一把 看一下我們大賽第一把 遇到啥 龍族 OK是一個敗敵 敗敵的話 這邊後手 後手感覺我們需要去找到組長 後手組長應該挺爽的 有個十字弓 然後如果是敗敵的話 前面可能也沒有生物給我交叉射擊 加射擊我想一下 可能3222或者是暴龍嗎 不要我想找組長 組長 沒有完蛋 但應該問題不大 反正我們後手可以多抽 對確定是一棵樹的 OK自然龍 有組長了漂亮 那現在問題就是我們的 那個密林來不來 密林來不來是一個關鍵 等一下這邊就敲頭對空 可以 這邊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的話應該是322跳 322跳的話 我們剛好手上還有一個對空 所以還是可以解掉 還不錯 沒有是選擇公主騎士喔 那我們就敲頭對空吧 敲頭對空 這邊右邊剛好進一個老大 老大 老大的話再拿一張 那還不錯 這樣我們組長可以降三張 其實還不錯 就等一下這張可能要自己送掉 如果送不掉的話我們可能就不打組長了吧 可能就導引先過牌看一下狀況 目前tempo還算OK 砍樹 砍樹 打這個的話那我們就可以送掉了 只是他砍樹砍的有點多說實話 沒這麼舒服 藤蔓精靈可以拿密林欸 還是我們這邊先不要打組長 有點想要先不打組長欸其實 這邊想要做場面 這邊想做一點場面讓對手不舒服欸 組長感覺不急著 因為我們這邊要打組長的話 我們要自己這個送掉 然後再拍組長 然後我們場上就只有一張 組長站著 感覺其實快虧的欸 好像應該做個場面 然後下一層再打組長就好 以我們的任務進度來說 只是這一把我們又T6跳不出來了 T7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多的那個 所以如果等一下下一個回合 又沒有進的話 可能組長又不一定要打了 可能可以考慮回這個 如果沒有被解的話 剩三費 暗夜御龍 蛤? 阿他不是知道我手上有小梅 欸 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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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這個橋頭 然後回 回李奈 回李奈 然後小梅點掉吧 說實話這手 我有點沒想到他會這樣子打 因為我手上有小梅是椅子的 阿那我就是繼續那個了呢 這把好像是完全不解任務了呢 還是要解了 這把就這樣子 然後 就直接把秘靈拍下去吧 秘靈下去 然後抽兩張 補個手牌 這樣我們幾次龍武兩次 所以我們下一層可以解完 4 1 1 4加3 4加3個1 所以我們下一層解得完 好 他這一層打敗敵 但沒辦法打2 輕時打不出來 可是他速的進度真的好多 就很危險 說實話 這邊選擇撞可可蘿 那就組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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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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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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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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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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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勒 那個年代的任務怎麼是六次啦 因為之後時代的任務要嘛是五要嘛是七 幹哪有人卡一個尷尬的六啦 因為大部分的任務都是五或者是七啦 基本上什麼進化或是幹嘛的 大部分是五或者是七 解六次任務的這個東西超級少的 我...喔...喔... 喔...喔... 啊... 血的教訓啊各位 血的教訓 好像可以全留欸 好像全留喔 全留好了 喔大吐血 我真的大吐血 我現在已經想到你們看到剛剛那段到底在想什麼了 哈哈傻逼 哈哈 喔呦... 喔呦... 但我說真的我沒有故意做效果 我真的沒有故意做效果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變成這個樣子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那就...狙擊手然後等下可能交叉老大 看一下 欸... 那就交叉 然後老大 下一個我有可能可以殲滅著對空射擊 換兩張 沒有對空射擊 不過有導引 有導引可以讓對手緊攻撞不到 小妹 小妹 嗯 喔 進的好 這個進的好 我想一下 這邊怎麼打咧 其實有點沒有很想壓進化點 可是交對空感覺好浪費喔 交吧 這把就是密靈慢慢解決了 這把看起來組長是不願意 不願意給面子 那我們這把就密靈慢慢解 好可能要利用這一張 殲滅者多拿一些密靈 公主騎士 公主騎士 有欸 他的爺爺都有來 好狠 那這樣我殲滅者沒有東西那個欸 沒有東西爽 那就打兩個密靈放著吧 打兩個密靈放著 然後等下我們殲滅者的話 可以打2 好像就也整這樣 打2對空再打2 下一層 2222212之類的 進化幾次 5次了 走這麼快啦 菱光撞一隻 想一下要怎麼解 講一下要怎麼解 哦 兩張劍滅者 點點 接滅者 然後一個對空 那我在想 我想小苗要不要教了 把他跳出來 好像也不用 小梅教了好了 壓一下牌庫 把最後一張小梅給跳出來 壓一下牌庫 那我們秘靈解幾隻 解三隻 我們這把 真的不是太舒服 尤其是對手的進化進度有點多 快要七次了 他的黃劍快要開始發威了 然後如果他是帶咒絲的 我們是有時間壓力的 回合數越來越靠後了 又愛失足 又這麼剛好喔 又這麼剛好喔 又可以這樣子喔 到底憑什麼啊 不是到底憑什麼啊 不能接受 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感覺壓進化然後可可蘿 壓進化然後可可蘿 壓進化然後可可蘿 對手 這是人的 是丟了 用射分 對手 抽排 補血 這把的問題就是沒有組長 這把最大問題真的就是沒有組長 哇 這個人天虎喔 還好他這個五套 武道掉的東西滿爛的 不然我真是吐了 組長來了 那好像又有說法了 等一下喔 組長這個 1 1 1 這樣解完了嗎 6次 把裡面那隻射了 OK 又有說法了 可是我們的阿朗沒有來耶 沒辦法交互蹲跳 但我們這一特應該是挺安全的 說實話我們這一特應該是挺安全的 就只是場面看會被解多少而已 但論安全的話這一特應該是安全的 三張以弼娜都打掉 黃劍這邊可以補血抽牌了 我們離乃是打4打2對不對 對打4打2 哇 以前還要解這必殺技然後才可以打4打2 現在是隨隨便便入場就一個 全場少多少 確實是一個菩石烏華的年代 那個時候都覺得這個好強 再踩一個 沒差 反正都是 反正都是要全解 沒差 1 2 2 3 這把好像還是不妙呢 打4打2 1 3 不對啦真的不對啦 真的不對啦 不行耶要全解 不然是有死掉的風險 救命阿龍 快扛不住了 對手剛剛這邊補牌了 哇還有靜流 好痛 怎麼辦啦 到底怎麼辦了 我不想輸阿 我不想零上零剛二出去阿 我真的不想阿 但是好像不得不還是怎樣的 等一下這個會是大盾對不對 會回 對會回三 因為他有進化點會回三 所以這是五七大盾 是我的老大還是敲不到頭耶 然後這個白衣應該是必拉 必拉黃劍的購主 就是以現在這階段的應該是必拉黃劍 怎麼會這樣阿 怎麼會這樣阿 可媽 撐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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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一下撐一下 想一下敲哪 敲頭 姐怪交給你姐 不關我的事 不關我的事 我就是敲頭 但我們就剩下等一下那一層咧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跳出我們最後一隻老大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白衣再拉 不是黃劍的購主嗎 對阿 一定是黃劍的購主 所以他這邊想雙黃劍補血吧 雙黃劍補血 喔還有禁流 一樣意思啦 他黃劍可以再留下一層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欸可他解不掉我的六六耶 那好像有說法耶 等一下等一下好像有說法 有說法嗎 有說法嗎 右邊那張是什麼 很重要 呃 沒說法 但是我們可以解的還蠻乾淨的 這個這樣子 撞 撞 撞 這個敲頭 然後這個 有吉池 敲頭 加兩個盾 好繼續扛 扛到我的抽牌或者是阿狼來 也只能這樣了 只能繼續扛了 我們沒老大了 我們什麼資源都沒了 但我們還有十七張耶 裡面感覺一堆垃圾耶 一大堆秘靈組件的東西 對嘛還有一張黃劍對吧 我應該沒記錯 還有一張黃劍 對啊還有一張 老大手上應該是100%有的 因為這個 這個蝦 也不是現在啦 那個時候的構築 為什麼後來不帶猛虎 我忘了 我忘了有沒有回到那一副留言 有人說 欸為什麼這沒有帶猛虎 因為後來的構主是用這個去必拉 就是你超過多少費你都一定是拉黃劍 因為黃劍真的太強了 在當時那年代 甚至你擺到現在搞不好也是強中強 喔 補牌 喔 他就裝錯了 他就裝錯了 他裝錯了 嗯 欸 喔是有一個卡格子嗎 我剛剛沒計算 啊被解完了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阿狼 喔買尬 解一 阿狼 誒不是阿狼 簡一啦 不是啦 老哥 簡一啦 簡一啦 他以為阿狼是武功是不是 老哥 你怎麼投啦 原本想說好吧這把輸了我們晚上就可以換一片了 對面自己投了 那晚上就是繼續打這個囉 好啦那想知道後面三場結果會怎麼樣的好不好 那我們晚上六點再見啦 掰掰